哈喽 大家好 我是包哥 现在我是在越南的农村 今天包哥又来看小燕子了 因为两三天没有过来看他了 包哥也得住在一个小镇上 去办一点事 今天我想买了一点饮料 买一个超市买了一个小鸡 这个是熟的 给小燕子吃 他一个人也不容易 等了这里也很长 也好几天了 包哥又没有他的联系方式 他手机又没有 小燕子 所以我过来 我这里当面来看他 跟着包哥的镜头过去看一下 诶 怎么他个不在家吗 锁掉了 给锁 锁起来了 小燕子 不在 小燕子 不在 他这里锁掉了 他怎么这个 房东在吗 房东也不在 查得有了吗 有了吗 有了吗 前面有 小燕子 蛤 看一下 小燕子 还是 到哪里去了 房东也不在 我要去找一下 啊 嗯 要么 要走来一下 等一下吗 哎 哎呀 这样的啊 现在 他房东也不在 这里 门也 也也锁在这里 人也不在 房间里面 小燕子 也不知道 到哪里去了 我呢 也在担心他 一个人 这里人生地不俗的 他会不会 帮人家去 割麦子 或者去干农活呢 也有可能 报个 时间也早 就去 去找一下 今天 带了摄影师 骑着摩托车把我带过来的 他也不懂越南文 包括只能用翻译机 交流 弄了一头汗 哎哟 哎哟 要么 去找找看 看看他不知道在哪里 嗯 哎呀 这个饮料 是天漏了 还是冰的呢 现在 时间长了 摆摩托车 也不冰了 啊 房东也不在 他也不在 上次的老奶奶 他也不在家 好了 这时候先 关一下吧 我们去找找看 找到小燕子 再拍 先找一下 好 呃 现在包哥 跑在这个 草丛里面 刚刚 碰到一个 他的房东 我跟他 告诉我 他在这里 草丛里面 在割草 包哥呢 已经看见他了 他在割草 看见我了之后 他还在干活 他还没有停下来 我呢 今天这个饮料 刚刚 买了6瓶 他房东的老太 给了一瓶盒 具体情况 也跟他语言不通 摄影师 骑了摩托车 也没有个帮我拍 现在我回来了 再制造他在这里 割草 今天包哥 我翻译机呢 东西太多 有信号吗 还有一点 好 在前面 小 又掉了 小燕子 被割了 我在这里 你还在干活 来来来 过来过来 来来来来来 在干活的 在割草 好好 别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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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 新龙哥喝 喝 拿个饮料喝一下 哎呀 一头子汗呢 哈哈哈哈 一头子汗 哎呦 哎呀 一头汗 啊 喝一口喝 我来来 脱汗呢 小燕子 刚刚我到家 门锁在这里 你在外面干活 这个草 哥会去干嘛 Tiểu Yến Tử anh vừa về đến nhà đã khóa cửa ở đây trong khi em đang làm việc bên ngoài cỏ này anh trai sẽ làm gì Em đi cắt cỏ thuê thôi cắt một gùi này người ta cho 10.000 một ngày 10 gùi thì được 100.000 我只是 收割草 人家每天 给我 一万块钱 割一篮子 十篮子 就给我 十万块 哦 割一篮子 一万越篮子 就是 相当于人民币 三块 各生篮子 就是十万元 一篮子 三十块钱 一天 是帮人家干活了 是吧 这样 生一生 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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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住在家 我住在家 二天 我住在家 我住在家 因为我只给了五个人 五百 因为我只给了五个人五百 所以他们不让我留下来 他们告诉我 保持在七百 她儿子把你赶出来了 她儿子把你赶出来了 那个老奶奶 为什么这样啊 哎呀 小燕子 又没有手机 我又没办法跟她溝通 然后早点知道的话 是怎么弄 十两天把你赶出来 你住在哪里 您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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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哪里 您住在哪里 这是在女房东退还租金之前 您给她的租金 她儿子不让我留下来 她儿子不让你留下来 这五十万就是退给你的租金 是这么回事 说说你现在住在隔壁 就是帮人家 干活了 我懂了 现在小燕子 被人家 隔壁的邻居 先收留了 帮人家干活 他然后 还帮别人家割草 各一男子一万元南登 一天各十男子 十万元南登 他自己能挣钱 真的不容易 他说 小燕子 现在我带了这个鸡 点料 到你这家人家去 看一下 这不是把他拿出来 而是把他拿出来 他们的孩子能吃的都吃 他们不能吃任何东西 他们的孩子太多了 就是这个 小燕子 这样的 我就买了一个鸡 这个鸡 等一下 这不是把他拿出来 而是把他拿出来 他们的孩子能吃的都吃 他们不能吃任何东西 他们的孩子太多了 刚刚小燕子说 我要到他家里去看 他说他住的 人家孩子太多 他甚把这个鸡拿回去 给人家小孩子吃掉饮料 这种你现在 小燕你吃这个鸡 熟的 你这两天都没吃饱 人家孩子太多 你也吃不了多少 这个我买的超市的鸡 你把他扒开来 扒开来可以吃 可以吃 看他吃 是不是好吃吗 好吃吗 这个鸡要么就把他扒开来 来帮人家去 去的话 你把这个鸡给人家吃掉 你拿在这里 多吃一点 放在这里 给饮料 你把这个 这个槽 这样 这个槽 这样 盖起来 被给人家看见 这个饮料 那这个拿了 盖起来 这样 小燕子也太可怜了 他包个 包个 这么来看他 又给人家把他赶出来 他现在 鸡啊 这个饮料 他也 不想拿到人家家里去 拿到人家家里去 全部被他的孩子吃掉了 现在 他生的可怜 现在 你尽量多吃一点 这样 包个 他这样也不是长久的事 现在 包个想一想 把小燕子 或者带到我们中国 或者 带到镇上 去开一个宾馆 也行 到镇上 开一个宾馆 包个 把他 带到这个镇上 开个宾馆 小燕子 你回去 这个鸡 我先保管 然后你回去 把针票取好了之后 我帮你带到镇上 我先保管 我先保管 你带到这个鸡 我先保管 我保管 我保管 你带到这个鸡 我先保管 小燕子也不容易 把这个潮还了之后 把上街了 就把小燕子带到镇上去住 然后镇上旅馆先住两天 包括然后想办法把她带到中国 或者带到老街的河口找一个工作 但是她一个人真的不容易 我还是把这个鸡 就这样 把鸡就送给人家吃 算了 我包哥也不是小气的人 再带回去也难看 小燕子 这个鸡饮料就给人家孩子吃 然后你把东西 不要的被子什么东西都不要了 你就出来 这个鸡 我叫他把鸡 他非要要带走 他也不舍得这个鸡 包哥也没办法 就是这样 哎呀 哎 给鸡饮料拿下来 这个鸡 哎呦 这个鸡 包哥 这样 我在这里等你 然后你把草 送给人家 然后被子什么都不要了 就带点衣服 就走了 小燕子 我在这里等你 这个鸡 去水 我在等你 你回家 就带点 换身衣服 这个被子什么都不要了 这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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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是个陌生人 看见我走在雨里 你也不会再为我心疼 包哥在这里等小燕子 这个鸡我讲送给人家吃 他不肯 包哥也允许小燕子的承诺 就把鸡跟饮料我再等他等他 如果去了他不让我去在这里 好吧 等下期视频的时候包哥准备把他带到 这个县城镇上住 然后有空如果弄得好 把他带到我们中国的河口这里 把他找个工作他太可怜了 在农村他要再加人家加钱 这里也不行 我想既然他癌子要多二十万 包哥也不是小气人可以给 但是他癌子也不好 我想去那加二十万越南顿 我也不想让小燕子在这家人家住了 因为如果是好的人不可能加的 对吧 等我不在就把燕子赶出来 还好他这两天自己村里面的人帮忙 把他帮人家干活 各一通炒一万越南顿 他自己赚一点生活费吃吃饭 现在包哥还是要管他的 好了 废话也不多说 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等下期视频 包哥再与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拜拜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 周围 周围